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屯粮的事情 现在的话呢,其实国内的有些个人已经觉醒了 因为人民日报到处都在辟谣 然后的话呢,什么商务部也出来辟谣 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 他们不辟谣还好,一辟谣的话天哪,全去抢米屯粮去了 粮荒肯定是要来的了 其实有些个头脑的话,有一些个关注那种经济的方面的人士 早就已经遇到了这点了,大家都在屯粮 但是说这个经济大消强能持续多久,三年还是五年 你屯粮能团那么久吗 尤其是住在城里的人,住在农村的人 你这个虫子招比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话,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度过这个危机呢 如果稍微有钱一点的人 或者是已经在城里没有工作的人了 估计很多人还是有农村的亲戚啊,或者是农村的老家啊 或者是现在中国的很多房子已经是盖在郊区了 盖在郊区的话呢,大量的房子其实是空置的 然后时间长了之后的话呢,它就会 或者有些配套的设施还没弄好 就是有点就像那种,叫什么来着,曾经的海南 最后那么多的别墅全都变成猪圈了 然后周围的那种荒草和野草啊也都长出来了 本来说的要变成小区啊,有花花草草啊 弄得特别漂亮的那种小区啊 最后的时候一些荒草,因为卖不出去嘛 一些荒草也出来了啊,因为中国房子盖的实在是太多了 共34亿人的居住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其实勤快一点的人 可以在那地方找点荒地 去种什么呢,种南瓜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的话,我在2012年左右吧 那个时候开始关注天涯论坛的 天涯论坛我忘了是一个小恶魔呀 还是谁 当时挺火的一个版主 然后他就聊起来了 如果有粮荒,应该大家就是各种 就是说的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事之事 已经遇到这一天了 但是就说大家就是出主意啊 应该是怎么样去度过这个难关啊 应该怎么样 当时就有一个博主就说 种南瓜 为什么这么说呢 粮食的话,大家知道了 除非农村人种粮食 而且种了粮食的话呢 国家还要统一征购 现在供销社都已经起来了 老百姓不可能存那么多的粮食 存粮的话可以政府叫什么 政府征购 就像说什么口罩一样 归你征走了 再说呢,粮食的话呢 什么肥料啦 化肥啦 农药啦 上涨的都很厉害 抛荒的也很厉害 现在呢,国家又给补贴了 让那人去种粮 但是种粮的人呢 毕竟是少数 所以的话呢 粮食这一块的话呢 作为很多农 一些农村人和大部分成年类说 就不要想了 最后那个 那个版主就说 你可以在那种建筑工地 倒塌的建筑工地 或者建筑工地的旁边 种南瓜 南瓜就像我们说的 当时叫什么畅南宁湾的时候 什么小米粥南瓜汤 就说明南瓜 也是能让人度过饥荒的 度过凉荒的 那么这个南瓜 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特别容易种 特别容易活 有个地方就可以活了 有个地方就可以种了 而且架起来就行 你要是种土豆 前几年好像政府上组织说 种土豆 但是那个也是需要一个 非常平整的肥沃的土地的 现在的话呢 土地没那么多 尤其是住在城里的 所以说的住在城里的话 你就是要找那种 郊区的边边角角 或者是那种荒地 就是比如说北京的四环以外 其实就有个地方 就已经有这些个地方了 或者有些小区的里边 大家一起种了 一起吃了 弄点什么粗粮 再跟南瓜弄得一起 还是可以的 再有一些就是没有住的房子 那个空置的房子的 那个小区没有弄起来 最后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片荒地了 然后它在那个砖瓦砾之间 它全都能长出来 这是南瓜最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特别特别容易活 像野草一样 我为了证实这个的话呢 我前两天呢 特意去翻了一些个资料 看了一篇文章 有一个人专门写了一篇作文 那个小孩写了作文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他说他每天就路过一片工地 然后都是砖瓦砾 就是那种建筑工地 都已经废弃的建筑工地了 就来来和回的在那走 有一天突然之间就发现了一个小苗 就从那建筑工地的乱石当中长了出来 然后再说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呢 然后就开花了 再过一段时间就结果了 就几个南瓜 那是野的呀 门儿管的情况下 他自己就长出来了几个小小的南瓜 如果我们就是说 在伺候伺候他 在试弄试弄他 虽然不能浇肥吧 弄点水什么的 他就能长得更多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实现了自给自足 哪怕你不存粮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就是说 你存粮不够嘛 就是说也是可以度过这种饥荒的 因为大家知道了 就是说政府嘛 肯定还是给你会分配一些粮食了 比如说政府公务员给你多少 机关事业的单位多少 然后某些个军队肯定是优先的了 然后是警察了 就是按需分配其实已经来了 供销社就是现在的消费券嘛 大家一点点的 但是你作为普通老百姓 你不在这些体制内 你不在这些个单位里边 你怎么办呢 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的话 就是那些人的话 不再给你争 而且的话呢 给别人一斤 给你三两的情况下 你还是有点粮食的 你再种点南瓜 还是可以能度日的 再有一点 荒地上 你可以种一些野花 从那些野花的话来 你再自己养点蜂蜜 别的我们不知道 小龙女我们都知道了吧 神雕 侠侣 杨果 小龙女 他俩是怎么在古墓里生活的 靠蜂蜜呀 那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搭几个板 现在网络又发达 怎么样弄蜂蜜呀 怎么能养蜂蜂 你只要养一点 那蜂子就来了很多 然后的话 怎么样想办法 就是养点蜂子 弄点蜂蜜 你也一样可以活的 那个花的话呢 就弄些野花了 上山上 那个时候的话 每个人都有去农村的机会 或者上郊区的机会 上山上 采一些野花 把那些种子就往那个建筑工地 空地上去洒 洒完了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招蜜蜂来了 然后你就可以弄几把 那个蜂香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吧 那个东西叫什么 你就可以自己酿蜂蜜了 然后自己弄点水 弄点什么 一样可以活 而且还活得很健康 我能想到的 就是这两点 作为农村人来说的话 在这次大新荒中 问题不是很大的 自己便便假假的 上山去开个荒 也能维持下生活 渡过去 然后呢 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 比如说 尤其第一是军队的 第一是核心权力家族的吧 人家的话 还是吃香喝辣的 都不用管的 什么时代 人家都吃香喝辣的 就像 以前那样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说 对于普通人来说 首先军队的 警察的 这都属于维园系统的 肯定会生活的很好 这家公务员系统的 公务员系统的话呢 肯定会有一部分下岗 还有一部分会留着的 属于体制内的嘛 这是有的 部分的事业单位的 肯定会有的 国企的 大家 这个中国是要保的 这个有的 但也就是对于私企的员工 还有那些个 早已经下岗的那些个人 或者退休金不够用的 原来就是已经在工厂下岗 退休金就一两千块钱的 在以后物价上涨的时候 那些钱根本就不够花的 而且你想花 你买不到 就像以前那个年代的时候 需要粮片啊 布片啊 油片啊 估计以后肉片会出现了 油片会出现了 这些东西肯定 估计明年的时候 就能出现了吧 这些东西 它不叫这个名字 叫个什么 这个券啊 那个券之类的 就给你少少的一部分 但是你第一 你种南瓜 然后跟着它给你的那些个粮食 放在一起 南瓜粥 南瓜汤 南瓜饼的 这样做 掉了样子做 是能养活你自己的 再有一个的话 你弄点养蜂的 养点蜜蜂 就是大家不一定是一家嘛 就是蜜蜂 不一定只上你家 不上他家 大家可以淋浴起来 那时候就是大家 属于做共产主义社会了 大家一起联合起来 一起养点蜜蜂 大家一起喝 然后的话呢 是能度过这个难关的 然后三五年之后吧 估计日子也就会慢慢的好起来 因为世界的经济的话 其实这次疫情 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吧 前期的话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以华尔街资本 这些个坏人 这个坏蛋 以华尔街资本 为主的 就是全球大放水 债务 然后富了富人 穷了穷人 就是以穷养富 然后弄了所有的政府 一堆债务 企业一堆债务 老百姓一堆债务 有的人说 哎呀我有钱呢 我住了两百万的房子 其实他才什么 百分之十的首付 才付了二十万 剩下的企业 全都是债务 是需要后几十年来还的 所以就是没有消费了 没有消费 大家都不出去玩了 没有衣服 买啊 少买啊 或者是过了那种 最基本的那种 生存型的消费 所以的话呢 就使得企业的话 工厂就没法开工 没法倒闭 没人投资了 所以这个债务出清的话 怎么也需要三五年的时间吧 只是说的 这个病毒加速了这个过程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 这个病毒也是一种好事吧 毕竟加速出清这个过程 然后的话呢 使得将来的话呢 劳动成为你生活 最基本的那种财富工具吧 不能是说的我靠房子 靠股票 那个毕竟是叫什么 在实业经济基础之上的 如果没有实业 没有制造业的话 这个就属于无源之水 什么无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人还是没法活的嘛 所以我想三五年之后的话 就能够度过这个灾难了 但是最主要的是 这几年怎么要度过去 所以呢 我在这里就可以说到两点 第一种南瓜 养蜂蜜 养蜜蜜 然后自己养蜂蜜 好 今天前面就到这 拜拜 拜拜